欢迎来到小酒聊剧,今天小酒带来 锦衣之夏之长夏长安 第84集,新春第一夜,你的承诺比烟花绚烂 这顿新年酒,颇有丑女婿拜见岳父母大人的意味 今夏爸妈不仅邀请她去酒店,还请了家里的至亲 坐满了三桌人 一进包厢,今夏都被这阵仗吓到了 她以为就和家人吃顿年夜饭,吃完就能回去看春晚的那一种 照这架势,别说春晚了,能不能顺利回家还是个问题 她和亲戚打完招呼,悄悄将陆毅拉到一旁 我没想到我爸妈叫了这么多人 你别紧张啊,这是不是代表你爸妈认可我了 陆毅问道,这代表我骑虎难下,所有人都知道我和你在一起了 今夏都看不懂爸妈到底啥意思了,不过,你放心 他们不会吃人的,我很放心 对了,你给我爸妈准备的礼物,拿出来给我看看 今夏不放心 陆毅从随身包里拿出两个盒子,我问过人了 长辈就喜欢金子,给你妈妈准备了一只金手镯 你爸爸的是手表,我都不知道你准备了这些 今夏还以为他准备的是小礼物,一开始也没有放在心上 你花了多少钱?差不多八万,这么贵 今夏压抑道,你不该说贵,你该说值不值? 你觉得我买礼物?在你爸妈面前,博个好印象,值不值? 陆毅换了个角度问道,他们愿意请我吃这顿新年酒 就说明是认可我这个女婿的 在这么多亲戚面前,我不能让他们没有面子 今夏拉住她的手,甜笑道,到十一进门,趁着大家都围着我妈说话 你就把礼物递上 我给我大姨使个眼色,让她帮着说点好话 我爸妈两个人,嘴硬心软,他们要是说了你不开心的话 别放在心上啊 陆毅长长地应了一声,充满爱意地摸了摸她的头发 拉着她的手,走进包厢 正如今夏所言,亲戚都围着今夏妈妈聊天 陆毅从包里拿出礼物,分别递给今夏爸妈,叔叔阿姨 新年快乐,一点小礼物,还希望你们能喜欢 今夏在一旁怂恿到,爸妈,快打开看看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陆毅还给你们准备了礼物 在众人的注视下,两人笑眯眯地打开礼盒 其他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吹捧 让两人笑得合不拢嘴,这女婿挑的礼物,就是好啊 你们老两口,以后有想不完的福了 今夏还真会挑男朋友 我家姑娘,以后还得和今夏学学 这镯子不便宜吧 女婿还真舍得呀 左一句女婿,右一句女婿 今夏爸妈开不开心不知道 陆毅倒是很开心,一整晚眼睛都笑成一条线了 陪着喝了整整一瓶茅台 今夏越发觉得她的酒量深不可测 她和白酒一杯道,陆毅一瓶了,还能和她的疏败舅舅谈笑风生 邀请他们去上海旅游 礼貌又热情,哄得长辈开心不已 好不容易宴席结束,今夏开车送他们回家的路上 陆毅已经在车上睡着了 今夏妈妈偷偷对今夏说道 这镯子陆毅花了多少钱 妈妈,你管这些干嘛,她送的,你就带着 那不行,这么贵重,我们可不能白拿人家的 她还只是你的男朋友 今夏有些生气了,说话声音都高了几分 爸妈你们想那么多干嘛 她都跟着我回家了,我们很快就会结婚的 她年纪比我大,我不能拖着她 你们要是把礼物退回去,她多伤心啊 今夏爸妈在女儿的怒斥下稍稍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又不确定地问道,你真和她结婚啊 对,明年就结 你们别想乱七八糟的事情了,反正我就认她 今夏果断地说道,她就是不想自己的爸妈犹犹豫豫 一会儿觉得路易好,一会儿觉得路易不好 她必须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明年就结 今夏爸爸思考了一会儿,你们说好了 今夏不耐烦道,说好了 那,爸妈,我知道你们在考虑什么 你们觉得我们异地,我会吃亏 放心吧,做她这一行 吃的是青春饭,过不了几年,她就退休了 到时,她就跟着我开家咖啡馆 陪我在宜城生活 再说你们女儿有能力,又漂亮 该担心的人是她好吗 今夏爸妈到底还是被今夏彻底说服了 行吧 明年结婚就结婚 今夏这才无奈地笑笑,还好路易睡着了 不然这话听了,她估计又要多心 回到家,今夏先送爸妈回房 又转身去陪在副驾驶睡觉的路易 她睡着了 她又抱不动她,只能开着暖气 陪她在车上睡觉 想不到新年第一夜,她就要在车上睡觉 不过,她心里是满满的幸福 她虽然总说不在意,不深爱 其实有多爱她,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因为深爱 所以很多条条框框都可以打破 就比如,她曾经最抗拒异地恋 可如今,为了她,她都接受爱人 不能时刻在自己身边 为了她,她尽量让自己温柔一些,大度一些 她检查了车内的温度,确定不会着凉后 这才放心地闭上眼睛 躺在驾驶位置上 刚一闭上眼睛,就闻到一股酒气 与自己贴得十分相近 你醒啦 惊吓猛地睁开眼睛 就看到陆毅了脸,无法确定 她是真的清醒,还是暂时的 她心一柔,摸了摸她的面颊 那我们先下车 陆毅摇摇头,眼里全是柔情 嗓音因为酒精的刺激 有些沙哑,听着却格外性感 让人的耳朵微微发麻 我想吻你 她说完,便按住她 在这狭小的车厢里 她的身体靠在方向盘上 这姿势有点难受 却能将她看得最为清晰 惊吓正要拒绝 这可是在车内 车身会晃动,四周都是监控 她可不想被人误会 他们在车上做不可言说的事 她却不管不顾 含着她的双唇 扣开了她的齿观 在她错不及房间 来了一个深深的吻 直到两人都气喘吁吁 惊吓关了车上的暖气 太热了,浑身全是汗 车内的温度渐渐降了下来 惊吓以为她喝醉了 听话去 我们先下车 陆毅靠在她的肩头 惊吓,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我很爱你 要和你在一起一辈子 没有,一辈子这么长 谁好意思挂在嘴上 惊吓轻轻笑道 不过这一刻 这样的氛围 她会把她的承诺当真 让我厚脸皮一回 陆毅在她怀里 你要相信我 我这个人没什么优点 但就是专一 惊吓笑着 揉着她的头发 那我就相信你一回 用我的一辈子做赌注 去相信你一回 爱你的时候 你说什么 我就相信什么 哪怕你说 要把天上的星星摘给我 我也会相信 新年了 周遭却静悄悄地 政府为了环保 静止燃放烟花 今夏却觉得 她的四周无比热闹 只因她的承诺 比那烟花还要绚烂 她已经在她的眼睛里 见到了最美的烟花 是紫色的 粉色的 蓝色的 这一路是 默色的 词